第三种市场架构 其实名字叫寡头垄断 名字很有趣是不是? 寡头有几个Dominion的 试过Marking Skin Importing我也给的 Dominion的Seller 最主要是这个 其他Seller可以很多 很少没有那位 最主要是Dominion的Seller 他们最主要是大佬 航头大佬 那些人都叫做Oligopolis 寡头垄断者 所以这叫寡头垄断 竞争都有的 不过没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那麽激烈的 因为那些大佬都说了事 所以就是这样的架构 没有 香港的supermarket business 有几家主要的超市 就是维康、八街 就是这样的 再就是华润 最主要的 他们最占Market Share很多 那些叫Dominion Seller 又或者 Petro Trade 就是卖油公司 油公司有显鹤、加德士 中石化等等 ISO 这家最主要的 就是整个汽油公司 还有Banking 有些大银行的 恆新 不是恆新 应该是 渣打 匯豐那些 恆新那些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Fast Food Industry 在快餐的餐厅里面 有几家做的 包括大家乐 大快活 美心现在少了 我觉得 再不是说 麦当劳都在Fast Food 最主要的几家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一个Market Structure 里面 有些Dominion Seller 有Feel Dominion Seller 有些Feel Important Seller 都比 后来 属于Oligopolis 叫刮头笼断 刮头就是几个 头头的意思 OK 甚至于 香港的Beverage Market 饮品市场 虽然有很多饮品 其实这些饮品 都是几家主要的公司提供的 例如 楊光 Bornacqua 可乐公司 维他 维他很多产品 橙汁 檸檬茶 维他奶 都是属于维他的 有几家最主要的公司 提供饮品市场 属于Oligopolis 八戒也是 维行 有什么feature 主要有一个Field Dominion Seller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那些存在 其他Seller 可以很多的 就是小公司 但是有几家主要的 他们是主要的 另外 当然你写些八截 in perfect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一定是对的 亦都买的 亦都买的产品 是Head to Regenesis 每家雖然是主要的 但是每家公司提供的产品 可以有少少不同 特别是消费者觉得有不同 最重要的 所以 例如我们有一个名字 叫Product Defensation 就是将产品易化 所以易化 就是令到 消费者觉得 每种产品都有些不同的 对消费者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喜好 例如可乐 有不同的可乐 OK 令到易化 令到消费者觉得有些不同 这些就令到 产品是Defensate Defensation 有不同的価格 当然最好用Head to Regenesis Product 甚至乎 通常都是Restrict Entry 还有市场里面有些困难 或者有些Entry Barriers Entry Barriers 後面都讲Monopoly 你会讲得清楚些 你最后市场买买 可能有些困难 例如需要的成本很高 所以来到公司的数量不是那么多 特别是Dominate Seller 不是那么多 然后Features 一样 全部Long Price Competition Seller都是Price Searchers 因为它自己定的价钱 销量不会等于零 它自己选的价钱 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而令到利润最高 所以属于Price Searchers 也通常有Long Price Competition 通常有Long Price Competition Exit 有卖广告 包装得好些 找些代言人 賣廣告 甚至送禮物 這些全部都是Long Price 例如买油公司 很喜欢 經常说不減價 但是送一些贈品 送一些Tissel 我试過送公仔麵 入油的時候 吸引人去入油的 它就不肯減價 所以通常有Long Price Competition 因為消費者 吸引多些消費者去賣東西 有些其他財物 最多的其它其他東西 因為它 有Seller 通常是Interdependence 互相影響 互相依靠 Interdependence 所以Interdependence 就是 你做些什麽 我就跟著做 你減價 我又減價 你買廣告就減價 大家買的產品都差不多 雖然是有不同的 所以通常是很緊密的 你提供一些小鎮品 我也提供一些小鎮品 你看到百雞圍康 這個賣廣告說這個減價 那個人都賣減價的 這個有賣廣告的 如此類推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Interdependence OK 都很準確轉 大家本來是9元過的 那些產品 它減8元 你看到8元減價 我又減了 我減7元 大家鬥過這樣 這種情況叫Price War 價格的戰爭 是不是 所以會這樣 當然其實不會無限期 大家是雙輸的 盡量避免 反而最喜歡 其他就是 這個 買 去白街買東西 草印花 換鑊 家庭用品 白街圍康都會這樣做 有自己不同的system 大家一起做 你做這件事 我又做另一件事 因為大家 競爭都激烈的 都有在這裡 OK 行不行 這就不說了 大家鬥過 這就用Price War 因為Price War 出現 大家都受損害 所以通常 不是那麼容易 Price War 減價不是那麼容易 特別是油公司 你看到都不減價 Price 10 to Widget Widget 就是堅持 不變的意思 Widget 就是硬正的意思 Widget 最好寫 再不是寫 Field Dominated Seller 你更容易寫 這些解釋一下 有些現象 通常 Budable Choice 問到就越懂了 避免Price War 大家都想輸 通常不會隨便減價 通常減價 通常龍頭大佬 才說減價 流行公司 平時不減的 如果真的減價 通常龍頭大佬 可能加了市 就說5公升之後 每公升汽油減價 減價0.1 或者減0.1 其他公司 跟著 見到做 就跟著做 所以有5個 feature 通常就是 有Price Leadership 加一加 有領導者 有Price Leader 通常那些Dominate Seller 龍頭大佬 通常說 他先做事 一減 其他公司一起減 他一加 其他公司一起減 這叫Price Leadership 例如我們香港 現在銀行的存款 或借貸利息 是自己銀行定的 不是銀行空管定的 通常那些大公司 匯豐說減 其他銀行跟著減 減價 減價 一起減息 一起加息 通常有Price 那些小的銀行 跟著做的只會 接著可以做一些MC Morikopoli 其實跟浪漫 Polistic Commission 都類似 不過最主要就是 Full Dominated Seller 因為大家都是 非完全競爭的市場 看看 但是Seller 數量多不多 沒有所謂 總之是Full Dominated Seller 和Entry 通常是Restricted的 如果不 留意一下 好 接著MC 就問你 The Market Structure 或Internet Service Advisor 即是說 互聯網的服務 供應商 例如PCCW I-Cable 甚至現在 有什麼Spartum 香港寬頻 香港人來說 屬於什麼 價格的 Market Structure 兩個人可以選 是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還是Oligopoli 看看Seller 有沒有Dominate Seller 兩個人可以選 Best Dancer 應該是Oligopoli 應該是Oligopoli 因為有些 Full Dominated Seller 我覺得 比如PCCW 即是 網上行 或者I-Cable 或者香港寬頻 都比較Dominate 後面還有兩個選 C說D C說D Surface 後面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不是最主要的 所以D才適合的 They will consider 一來都不是 因為不同的網絡公司 提供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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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快點慢點 有些不同的 They will consider to respond to other providers when making decision 所以 他們是Interdependence 根據其他公司 提供的服務 改變 會有反應 所以 他們是Interdependence 例如你減價 我又減價 你提供新產品 我又提供新產品 這就是 Best Dancer 應該是D 講完這個 Oligopoli 最後講完Monopolia 下個影片講